不舒服 小兄弟 你不会生病了吧 不如让我来看看 你身体有什么不妥呀 朽义摩军走上来 阴瑟瑟地说道 没什么 只是可能是心理作用嘛 秦城尴尬地笑道 心里却是恼怒焦急 他自然不能让这朽义摩军随意探查 谁知道会不会被他探查出来 看样子 不进去是不行了 只能见机行事了 秦城暗中一咬牙 脸上却是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进去了 说完 他跨步走入到了石室中 在秦城走进去之后 石室大门忽然落了下 彻底关闭了 这小子直学还真敏锐啊 不愧是从落血山脉中走出来的人 朽义摩军脸上慈祥的笑容瞬间消失了 变得有些冰冷和阴狠 而后看向大长老 大长老 这次带来这么一个天才过来 老祖他很满意 不过再满意 也不能抹平你让姬如月逃走的事实 老祖说了 等他们被奴役之后 就要彻查整个族地 一寸都不放过 若是找到了姬红尘和姬如月 还请大长老以后别再一起用事了 大长老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的 冯夕 我知道以大局为重 那就好 朽义摩军冷笑一声 根本就不给大长老面子 大长老心中暗自恼怒 却是没再说什么 秦晨等人呢 走入了石室 只见到整个石室宛如一个祭坛一般 石室中 到处散发出丝丝的黑色阴冷气息 如同行走在地狱中 身上涌现出了丝丝凉意 这就是接受洗礼的地方啊 洗礼灵夜呢 旭东升等人打量四周 都有些疑惑 只有秦晨的目光 落在那中央的漆黑祭坛之上 祭坛散发出丝丝的黑色魔气 一股阴冷的力量 迅速地扫过了众人 众人顿时觉得脑海一晕 身体像是要被剥离一般 同时 虚空中响起了无数道猙獰的声音 道道魔鹰贯穿石室 每个人的脑海中都令人痛不欲生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众人痛苦地嘶吼了起来 如果这时候他们还没意识到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洗礼之地的话 那就太白痴了 白痴的人是根本不可能修炼到五地境界 秦晨站在了人群中 也骇然地看着前方的祭坛 他本以为这里会像当初在古鱼蟹中一样 有一些棺材中的异魔族人等着毒舍 可是进来之后才发现 根本不是 竟然只是这么一个祭坛 而这祭坛中爆发出来的印冷气息 甚至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个异魔族人都要可怕得多 这是什么呀 秦晨心中骇人 这些魔鹰灌脑 即便是他也感觉到了一丝丝的血运 仿佛脑海都要炸掉了一半 他能感觉到 一股股可怕的异魔族气息 在这祭坛中缓缓地复苏 即将要冲出来 老月 秦晨当即沟通乾坤造化御蝶中的老元 将他唤醒了过来 大黑猫他们都不在 如今能解决这一切的就只有老元了 在秦晨沟通老元之时 姬红尘和姬如月也看到了外界的一切 纷纷露出了惊骇之子 这就是所谓的接受洗礼吗 这分明是一座黑暗炼狱啊 小子 你叫我 老元一直在沉睡中补充力量 被秦晨叫醒后 目光穿透乾坤造化御蝶 瞬间落在了石室中央的祭坛上 眼瞳中顿时流露出来震惊之子 转生祭坛 竟然是转生祭坛 小子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老元有些震惊地说道 什么转生祭坛 转生祭坛那是 义魔族人独有的一种重生手段 因为义魔族人的灵魂 比你们人类强大太多了 因此和人类不同 义魔族人只要是灵魂不变 哪怕肉身破碎 也不一定真正的死去 而是会被封印在这天地间 而转生祭坛呢 便能够将这肉身毁灭 但是灵魂依旧存在天地间的 义魔族人接引过来 进行转生的 这是义魔族人 十分重要的一种仪式啊 老元 沉声道 不过 想要设置转生祭坛 普通义魔族人根本做不到 只有魔族级的人物才能做到这一切 因为只有魔族的力量 才能吸引到封印各处 战场中的义魔族人的灵魂 魔族 你是说这里有魔族 秦臣目露骇人 魔族 那可是义魔族最顶级的可怕人物 职场义魔族无数强者的存在 当年在天魔秘境中 那一具陨落后的魔族尸海 便拥有那股可怕的力量 如果是一名真正活着的魔族 那要有多可怕 秦臣甚至不敢想象 那绝对是超越了天舞大陆级别的强者 我是说魔族级的力量 才能制造出这转生祭坛 并非说一定要魔族在此 比如之前在古鱼界中的 一魔族质宝 祖魔血经 同样能够制造出转生祭坛吗 更何况天地运转自由规则 普通魔军或许还会感受到 这天舞大陆太多压迫 但是如魔族级别的人物 必然会被这一切的规则压制的 即便是在这里 也会和我一般只能修养 无法真正的出现出手 否则必然会遭受这片天地规则的压制 老元 陈生道 怎么样才能破坏掉这转生祭坛呢 秦臣 陈生道 这个很难 除非我亲自出手 否则依你现在的修为根本就破坏不了 但是 我若是出手 先不说会耗尽我刚刚恢复的全部力量 又会惊动设下着转生祭坛之人 到那个时候 恐怕你会更加危险 那难道 我就只能任由对方宰割了 秦臣紧张 他害怕的 自然不是被义魔族人夺舍 秦臣身体中拥有寄生种子 根本不可能会被义魔族人夺舍 可是一旦洗礼结束了 所有人都被夺舍 只有他安然无恙 那必然会第一时间暴露 到那个时候 和他被夺舍又有什么区别呢 老元这时也知道了秦臣的处境 却见他大笑了起来 破坏转生祭坛 为什么要破坏啊 对于你们人类而言 一魔族人的灵魂可是最可怕的危害 能够轻易夺舍人类强者的灵魂 可对我老元来说 那可是大谱啊 老元的声音充满了笑意 传入了秦臣的脑海 扑皮 秦臣懵逼了 或许你还不知道吧 一魔族人可以吞噬我元寿精血来提升修为 我元寿同样能吸收一魔族人的灵魂来恢复实力啊 老元十分畅快 如果子弟有着无数肉蛇和灵魂完好的一魔族人 或许我老元还有些担心呢 但是只是区区转生祭坛接引而来的灵魂 对我老元来说却是大补之物 你什么都甭管了啊 只管看着就行 是吗 秦臣现在还有些懵呢 但是他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而且到现在啊 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不如大闹一场 踏不了让老元出手 暴露就暴露了呗 想到这里 秦臣顿时狠下心来 老元 你尽管出手吧 好嘞 我来咯 老元话音刚落 转生祭坛忽然引起大声 只见到一道道恐怖的黑色魔器像是被从虚空中接引了出来 从那祭坛中纷纷的飞绿而出 是人类的躯体 经过了血精计划的人类躯体 猙瘾的大笑声响了起来 这些黑色魔器所幻化出的道道猙瘾一魔族人面孔 看着场上诸多人类无地之后 纷纷露出了狂喜之词 这到底是什么呀 旭东生等人全部都惊恐万分 骇然的想要后退 但是在这阴冷的气息下 他们连动弹都不能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猙瘾的影子朝着他们扑管 哎呀 该死的吉家 大招牢 大招牢 我是吉家弟子 不要啊 哦 吉家太卑劣了 出事 时事中响起了凄烈的嚎叫之声 所有人都绝望 也明白 他们即将面临的事情 那就是被这些黑色的影子给夺使 同时 这些猙獰的影子中 一股最强的力量 也第一时间盯上了秦晨 这局身躯虽然修为最低 但是天赋却最强 乃是本魔君的了 这道恐怖的异魔族灵魂 感知到了秦晨的血肉气息后 兴奋万分 第一时间 冲下了秦晨 沿途原本盯上了秦晨的几个异魔族灵魂 纷纷退避 让开了一条通道 失落地转向 异魔族最讲究尊卑等级 强者看中的东西 弱小之人 自然是不敢争夺 这一股力量十分的可怕 分明是一名魔君级的强者 而且起码是和永夜赤炎一样的中尉魔君 一瞬间进入到秦晨的身体 阴冷的力量弥漫开来 第一时间包裹出了秦晨的脑海 真是意外啊 此人的灵魂力竟然也如此之强 吞食之后 本作的修为必然能恢复不少 天主我爷 这名异魔族魔君狂喜不宜 还没等他进行夺舍呢 嗡的一下 秦晨的脑海上空 一颗金色的寄生种子突然出现 惊弓大声 一瞬间 将那魔君的灵魂力量 给笼罩在了其中 寄生种子 此人体内怎么会有金色的寄生种子呢 这异魔族魔君大惊 惊怒交架 一瞬间吓得魂飞魄散 急忙是要冲出秦晨的脑海 而就在这时 一股恐怖的力量 木然地从造化玉碟中弥漫而出 进入到了秦晨的身体 是老元出手 元兽之气 一瞬间轰在了那道 恐怖的异魔族灵魂之上 元兽之力 哪来的元兽之力 那异魔族灵魂都快被吓蒙了 惨叫了一声 顿时爆裂开来 那阴冷的灵魂之力 瞬间就被老元释放出来的力量吞噬 拉扯进入了乾坤造化玉碟中 但是 也有一部分灵魂之力 被寄生种子吞噬 而后 化作了精纯的灵魂力量 反补到了秦晨的脑海之中 秦晨只觉得脑海中一阵空鸣 像是要羽化飞仙一般 一名异魔族人 中尾魔君的灵魂力量有多强 即便是残留的一小部分 也强的可怕 足以让秦晨的灵魂力量得到巨大的刺激 舒服 乾坤造化玉碟中 老元兴奋不已 他站了起来 嗡了一下 一股可怕上十倍的元兽之力 一瞬间席卷而出 笼罩住整个时事 不 元兽之力 哪儿来的元兽 时事中 无数正在夺蛇场上 人族五帝的异魔族灵魂 全部都面露骇着 惊恐万分 一瞬间都吓蒙了 下一刻 这些元兽恐怖的力量 瞬间笼罩住了他们 啊的一声 无数击力的惨叫声响彻了时事 这些先前还兴奋万分 耀武扬威的异魔族灵魂 被老元 纷纷地吸扯入了乾坤造化玉碟 顷刻间 就被老元推入了腹中 成为了他身体中的补品 同时 也有一些精纯的灵魂力量 反补回来 进入到了秦晨的身体中 将秦晨的灵魂力量 壮大了强 毕竟这地方 是秦晨带他来的 他总不能吃毒食而不慎 小子 这些就算是老元 我给你的好处费啊 还有这个小妮子 是你女人吗 老元也让他大补一下啊 甚至 连姬如月 也得到了不少灵魂力量的滋补 这些灵魂力量啊 都是被老元提炼过的 让姬如月的灵魂气息 一瞬间提升了许多 成倍成倍的增长 就连姬红尘因为在场 也得到了不少好处 灵魂力量起码提升了数倍 而那转生祭坛 虽然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 光芒大射 他只是感觉到了场上 没有躯体被夺射 发现啊 还有很多人族躯体之后 继续的引起了 一名名一魔族人的灵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